老爺, 今天我們又來深圳玩了 很久沒來過, 住兩天了 我們會在東門住兩晚酒店 探索一下東門近期什麼環境 疫情之後又如何 上午11點左右, 剛剛過了關 過關也不是很久, 十多分鐘就過了 我們現在打坐地鐵, 搭兩個站去東門 我想搭的士 我過來的習慣都是搭的士 我去樓下帶你去的士站, 你不懂的 老爺說要搭的士, 現在去找的士站 我們下了一層, 就在這裏 不要再下, 再下地鐵站 的士站, 一路都是直走 去找的士站 遠處有一間中國銀行的櫃園機 有三個櫃園機 看到的士站在這邊 那些男人在這裏兜搭我們 想說坐他的車 我們不會坐別人的車 走到這裏的士 上下區 麥當勞那裏 那裏很多人排隊 我們現在去東門一間酒店 我們會住兩晚 即是說我們會在東門逗留三天 我覺得如果住酒店 起碼要住兩晚才夠過癮 來到酒店的地下 有個酒店的員工 招呼我們 是要搭L層上去L層 Check in 一開門 很多年未來過 我們以前很喜歡住這間酒店 這間就是海月嘉軒酒店 大家看看 這個布置很新派 很舒服的 很舒服的 這裏是前台 我們剛剛Check in 完 我們拍一拍 酒店的Lobby 酒店的大堂 很清靜 這裏是東門鬧市區 裏面是一片青團 上到來覺得很清靜 大堂有個鋼琴 很清靜的三角琴 其實這間酒店究竟的位置在哪裏 看回去 這裏是落地玻璃窗 這裏是酒店Lobby 我拍下去 就是東門鬧市 這裏是1234廣場的旁 這裏就是對面 這裏就是對面 可以幫他買 前面這裏是一個咖啡 轉過來這邊 直入那裏是一間餐廳 我們吃早餐都是在這裏 應該是自做早餐 因為現在 差不多是12點 他只是做早餐 他說不做午餐 我們明早就 下來吃早餐 他有門可以走出爐台 深圳東門鬧市 都有一個這些 這麼好的地方 然後老爺就坐出來 海穴家軒餐廳對出那裏 一個空曠地方 很舒服的 阿肥又學人走出來這裏 對面是深圳戲院 對面那裏是深圳戲院 這裏 老爺在這裏攪拌 攪拌什麼 這個茶壺很美 我老爺很喜歡這些 紫砂茶壺 但這些是紫砂 這裏是紫砂 這裏是紫砂 這裏也很美 好像日式 這裏很日式 錯 是唐色 唐朝的唐 是 我說這裏像日式 這裏當然是唐朝的 日本都是抄我們 抄唐朝的 原來是這樣的 這裏就是Lobby的cafe 有些擺設 擺設 擺設 很美 我覺得可以賣 如果這樣擺設 對 應該可以賣 送給人也可以 茶杯仔 也很可愛 借我 讓我拍一拍 我們現在是拿房 住十樓 要按卡鏡 去Lobby 是有些窗 很光亮 那我們的房間在這裏 那裏不叫Lobby 那裏叫走廊 走廊是嗎 是 開門 我們這裏訂的房型 是行政套房 面積600呎 有廳有房 價錢有950元人民幣一晚 包括早餐 這裏就是廳 有沙發 有電視機 很舒適 有茶几 沙發很舒適 有菇筍 上面有幅畫 有燈 這裏是窗 窗好像小些 一會兒才拍窗外風景 書桌 你可以辦公也行 在這裏看過去 這裏是門口 這裏是客廁 這裏是食飯桌 這裏有客廁 這裏是套房 什麼是套房 是一定有客廁 和主廁 客廁 小小的 也不是很窄 也不錯 不錯 這裏拍攝 這裏拍攝得比較零碎 因為我們放下行李之後 沒多久就要琴琴 有朋友吃飯 吃完飯回來 再補拍攝 所以這裏拍攝比較零碎 大家不要介意 電視有HBO看 亦有翡翠台 大陸的CCTV123 但是是低清的 不是高清的 現在看看窗外景色 看看窗外 窗外是東環 下面是很吵鬧 很吵鬧 大家都知道 但是上來是很寧靜的 你就這樣看 都聽不到車聲 它的隔音是很好的 看完廳 看看房間 我想說一下 這套房 有電視機 有窗 有沙發 這條褲子是我的牛仔褲 原本沒有兩個枕頭 不過我要求 酒店給我一些成錯力的枕頭 他給我兩樣東西 我選擇 一是蕎麥枕頭 一是乳膠 那我就要一個乳膠 即是我們沒有三個枕頭 現在 房間是可以控制 光按 這些壁燈 上面的燈 就可以控制 在 這個機仔 這些按鈕 你將它 在哪些燈 喜歡的燈 按開按著 在這裡按 這邊 就有一個 插數 還有一個USB 你可以 就是充電 在房間 比較淡 就是 放行李架 對面 衣櫃 這些是我們外套的衣服 有兩件肉袍 不過我找過好像 不見的Logo 通常我們都不用肉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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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湯豆 湯板 拖鞋 就在這個行李架下面 加上黃色的盒子去擦鞋煲 拖鞋 拖鞋 的按鈕厚身 普通的拖鞋 這個是電動的廁所 剛才我用過的刺板是暖的 這裡有燈的 就是要用電的 這裡 噴水有不同的方位 自己選擇 在廁所旁邊也有電話 有什麼事可以和外面通信 這裡就是洗手盆 有水 蕃茄 這支是Lotion 潤膚露 另外有消毒濕紙巾 梳洗用品 這個 這個 套房裡的廁所不是很大 裡面就是林浴間 有照頭林之外有花灑 它連套房都沒有浴缸 我問過前桌 這間酒店 全部房間都是沒有浴缸 風筒在這裡 這個牌子不認識的 就是這樣的 下午3點9 我們和朋友吃完飯 回來東門 那是星期五來的 東門也很多人 前面在這裏 有間內雪之茶 很久沒喝過 闊別了三年的內雪之茶 我還記得三年前 我在這間分店喝過東西 看到它的價錢 好像沒有什麼變 現在3.9 都很多人 他們的麵包很好吃 很鬆軟 看人家的茶多美 我還有一杯霸氣葡萄 挺好喝 酸酸甜甜 沙冰 這間有很多食物 全燒 燒生蠔 這間脆畫 這間脆畫 只是賣麵包 這裏寫著 如果要去餐廳 就上四樓 這個菠蘿包 看到它剛剛出爐 放進來 100元一個 好香 雞尾包是8元 燈蘿蠔 燈蘿包 10元 旁邊有一間 香港豉油雞 看這雞多美 現在黃昏5點多了 這裏 旁邊有很多人 看這間 新福樓 我們在疫情前都過來喝茶拍片 這裏 還在這裏 早茶五折 五茶七折 夜茶五點半至九點半 七折 晚上喝茶挺過癮 不喝茶 叫小菜 發掛 發掛 新福樓請人 營業經理 七千至八千 主任五千至五千五 一路三千多 大家看看 有興趣來做 這裏是東門1234 Space廣場 我們酒店 在這裏 街頭轉回去 如果想過來 酒店 那裏有個地鐵站口 叫什麼和諧號 躲在這裏 遲些大家會乘高鐵上去 廣州走走走 如果想過來 我們這間酒店 H出口 出來之後 在這裏轉過去 就是海月家軒酒店 轉了彎就是海月家軒酒店 現在晚上九點 我們剛剛叫了美團外賣 這次我們叫 Burger King 我們很喜歡吃Burger King Burger King的 運寶包 我們挺好吃的 不是我們挺好吃的 老爺喜歡吃 我叫了一個餐 我們兩個分享 因為 沒有想要跟你分享 我照吃 我自己吃 因為晚一點 晚一點 有朋友來探訪我們 一起吃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先吃點東西 這個餐有四十二個多 包了雙層漢堡 包了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一杯中可樂 這個薯條 是呀 薯條 這三樣東西 就四十二個多 要去酒店樓下拿 看看 看外面好了 都多汁一下 一半 切開一半 怎麼切呢 你切開一半 不能切 這些東西 我沒有刀 哈 好啦 給不給我吃呢 就看看他怎樣了 我現在拍著他 我要細份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餡 其實Burger King的牛肉 好嗎 挺多汁 挺好吃的 好啦 那我們開餐 嗯 很夠熱 Burger 很夠熱 對 正 現在早上7點半了 這個老爺 還不肯起床 要我吃早餐 好有看外面怎樣 今天呢 今天呢 陽光普照 剛才六點幾 樓下沒有人 現在好像 剛才我見到 多幾個人 逛逛逛逛 有些蘑菇 薯仔 菜 煙肉 蛋 腸 這個 冬菜 鹽竹 有炒麵 蘑菇 這些是春菇 蔬菜 這些是甜酥 蛋撻 有個麵包仔 師傅在做炒蛋 太陽蛋 老爺 下來了 過熱分膠 我拿些炒麵 菜 鍋筍 牛肉 這個不是牛肉 這是糯米包 很好吃 還有粥 老爺也是差不多 這個早餐 我覺得是 味道和質素都幾好 你會感覺到廚師是用心做的 現在上午十點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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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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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了這麼多 現在是星期六 上午十點半 東門沒有這麼多人 尤其是香港人沒有這麼早上來 這間是Nike 東門暴行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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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都來這裡走 都很繁榮 疫情應該很安靜 現在開始多人 太陽廣場 每個都吃 每個都吃 麥當勞 仍然是有些時裝店 這間都市禮人 很多時候都見到他 這間是無人巡邏車 這間無人巡邏車 突然看到這間網紅打咖啡 一點露出 雲悲蜂蜂蜍 煙霧痢 我來打擦 好呀 五輝、花絲、黃黃鵡 打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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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的路程很短 這裡一邊走出去就是一個商場的地方 看到這間X特報 老爺說要進來看看 一進來老爺看中了這雙球鞋 我看到有些球鞋都蠻漂亮的 因為還沒有久 為什麼呢? 那這裡的雙球鞋 不要緊 所以我們想通常爭取的雙球鞋 这双鞋是$439人民币 服务很好 还有银头衫买的 很多东西买的 就这么看 很多店铺都转了 这间是有的 这间是有的 我们过来1234广场找食物 我们过来翠华 我们过来 买奶茶 买奶茶咖啡 我们坐下翠华 放松一下 我的奶茶到了 老爷的咖啡到了 这是神芝叉烧饭 一麦打 焦边叉烧 这个是黑的 这个是老爷的 看来更漂亮 好像半肥瘦 不错 老爷肚饿吧 好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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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这些叉烧 好似乎 这个叉烧 好似乎 这个叉烧 很软 很有肉香 焦边 偷火叉烧吃 还有这么多东西 好吃 我这个是瑞士汁鸡翼 拌公仔面 看来瑞士汁鸡翼 都脏糊糊 看来 拌麵 拌麵 好像几个汁 好开餐 刚才吃了鸡翼 就脏糊糊 它的鸡翼 真的挺新鲜 平时在香港吃的鸡翼 太柴到 妈妈都不认得 这个鸡翼 肉是乱滑的 不怪别人说 上来回答我 是要吃鸡 脆华的奶茶 是非常好 上来深圳的奶茶 都是非常好 老爷的咖啡 都不错 老爷你干什么 你又不够饱 对吧 不够松 不够松 叉烧 本来慢慢紧 偷了就不够松 老爷想加个脆香肉排 鸡翼 骨 骨 鸡 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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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吃 好似切回来这里才出的 新东西来说 墙上的广告都是这个牌 很多块 面生 辣少少 应该会 一块很大块 五块左右 老爷说是骨肉排 脆口蛋牙 我也觉得是 好似的 卖单 唇枝叉烧饭套餐 69 包一杯咖啡 瑞士鸡翼拌面套餐 包一杯奶茶 42元 地风堂脆香肉排 48元 总共159元人民币 到第三天早上 我们12点就check out 我们一种行李放在酒店 出去走一会儿 对面深圳气院 东门大家认得 那里有个唐公 还在 喜欢的可以去喝茶 深圳气院的对面又变成什么呢 好像都差不多 不太大转变 现在 星期日的12点 下午 开始多人 那些人出来活动 见不见老爷 多帅 现在深圳 真的似乎恢复回了 东门这里 回程呢 我们搭的士 跟司机说 我们去罗湖口岸 那他就停在交通楼那里 那里 很方便下车 那里 挺好啊 嘿 不要走 大家有没有follow我Instagram 有空进来看一下 我有很多生活的点滴分享 ID是redbouquet118 多谢 大家订阅了我们没有 订阅是免费的 按下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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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出片 你第一时间收到通知的了 按下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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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订阅